大家好,我是大家老朋友,王崇洋道长 猎豹是奔跑速度最快的猫科动物,常被训练成猎猫 古埃及人将其当作陪葬品,猎狗大家都听说过 猎狗是经过专门训练,用来捕猎的狗 但是你听说过猎猫吗? 所谓的猎猫就是被人工训养,用来捕猎的猫科动物 在历史上,被训练成猎猫的猫科动物有舍利,猎豹等等 但如果论哪种猎猫最为出色,恐怕非奔跑速度最快的猫科动物猎豹莫属了 猎豹以奔跑速度闻名世界的历史已达数千年 在古代的非洲,就有人从野外捉来猎豹的幼崽,并对其进行训练 让其学会在人的指导下捕猎 古埃及的国王在打猎的时候,往往会带上经过驯化的猎豹 猎豹一流的奔跑速度总是能帮助它捕捉到各种猎物 人们对猎豹的速度十分敬畏 一些古埃及人在去世的时候还会用猎豹作为陪葬 他们把猎豹当作陪葬品的原因,是希望猎豹能够帮助人快速的转世 就算到了现在,一些非洲土著还保留着驯养猎豹的传统 相对于狮子老虎而言,猎豹更容易与人亲近 同时猎豹也是最不容易伤人的猫科动物 由于猎豹是重点保护动物,数量已经不多 现在非洲土著一般只会把失去妈妈猎豹的幼崽 驯化成猎猫 好了,谢谢大家的观看,再见 谢谢